哈囉大家好 我是Tommy又見面了 那我們今天很快的來帶大家看一下 7月1號台服的更新究竟有哪些重點喔 好的 首先呢就是我們這個放暑假限定mission的舉辦預告 那從7月1號開始為期三週 那這個基本上日服很長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這樣子的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不外乎呢就是各屬性的素材喔 包含金素材阿 或者是一些鍛造玉阿 瑪娜阿 經驗值等等的東西 當作你的贈品 那通常任務條件也都不太難 大家就可以當作一個比較長期的每日任務來解 那這種活動呢最期待的就是 1510大家看到畫面上 全部挑戰完成可以獲得1510相當於10抽 掌聲鼓勵一下 除此之外呢在那些任務裡面呢 沒什麼意外 還會再夾雜一個10連抽 就如同畫面上一樣 必須給他3倍的掌聲 阿 以後橘子就是我大哥 好 那再來是伴隨著我們7月1號也有一個新的常駐詞 要跟大家見面喔 那這個常駐詞裡面有兩個五星角色喔 分別是色法 艾爾米亞 亞德尼還有凱特 後面兩個是一個四星跟一個三星 那這個補石其實時間非常的短 只有六天喔 大家可以理解成我們還不在趕進度阿 所以這個詞子就會很快的帶過 那我相信之前在未來詞裡面有提到的水PU詞阿 應該就是在這個詞子之後啦 可能就是官方有他們的考量 所以不會讓疊詞的這個情況出現 不過我自己個人其實是覺得 疊詞的情況還蠻好的 因為這樣子 微課玩家或是有課金的玩家 他們其實累積碎片的速度可以再更快一點 但說實話也不會變多快 所以我覺得疊詞是OK的喔 那我們就一樣對這四個常駐的角色 稍微做一點介紹吧好不好 因為畢竟這個也只有六天 然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爬完文章得到的結果 應該都是跳過不抽啦 喔CY的老規矩嘛 就是專抽限定然後常駐等歪嘛 那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次的三星的角色 凱特 其實相信大家看到我日服的帳號就懂了吧 100等 折疊34 然後根本沒練喔 所以就是我所有的作業呢 跟所有要組隊伍的情況都不會去想到他 那他本身的能力就是專門在走這個追打傷害啦 就跟叢雲有點像 不過本身的技能倍率啊 還有其他的被動並沒有特別好 所以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三星角色 然後是我們的這個 雅德尼 喔我以為他應該叫安東尼 是我們一個四星的雷屬性角色 那這個角色呢也是跟追打傷害有關係喔 就是他這系列的這兩隻角色都是跟叢雲的那個效果有點像 那這隻角色我是在少數的作業本有看過他啦 但我自己是覺得大部分的雷屬性對我應該也是用不太到 現在台服的情況雷隊其實你也不用特別組嘛 你就雷龍在那邊隨便打一打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關卡都可以過 雷龍也是拿來踢罐的嘛 基本上這兩個角色我就是一個連練都沒練 一個還忘記練到一半喔 我們這樣子應該大家就可以理解他們的重要性了 好馬上就是我們的重點了 兩個五星的角色 水屬性的冰魔女喔 還有我們暗屬性的按摩棒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冰魔女喔 水魔女都可以 這就是我們五星的射法 那他本身的隊長技呢 是跟渾身比較相關喔 那自身HP80以上的時候 水屬性的角色攻擊力會加100% 相較於這個愛麗絲來講 其實他的渾身更難維持喔 所以我們就單就隊長技來講 其實愛麗絲是比他還要出色 他比較適合當作一個隊員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他本身的技能還有一個緩速嘛 然後一樣會有一個水屬性耐性降低的效果 所以在未來這隻角色他的成長空間其實是很大的 而且以日服未來式來講 你去點他的六版喔 他算是六版推薦裡面 滿前面的一個角色 很多水隊缺一些傷害的時候 缺一些C位的時候呢 都是可以考慮把他放進來的 聽起來這個角色其實非常不錯 不過呢 因為他是常駐喔 所以我也不建議大家在這邊丟石頭 畢竟你們都存了很久嘛 那這隻角色你未來一定也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把他歪出來 因為你們看我 我根本沒抽那一詞 但我現在也是突破100等 然後還多了三張 這個角色如果你現在有要來抽的話 就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你火操想要用踢罐的 如果你火操想要用踢罐的方式來速刷 但我們要特別聲明一下 火操的踢罐呢 是只能用手動的 自動是沒有辦法踢的 所以如果你非常有心 還可以找到兩位朋友跟你一起手動 來踢罐我們的火操速刷武器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稍微撈一下我們的冰魔女 好那最後就是我們這個流浪的魔劍4 簡稱按摩劍 專門給人家按摩 那基本上這隻我角色我也不用多提了啦 我只能說名副其實 人劍合一完全是幫對手在按摩 他的六板呢也沒有幫他強化多少 所以這隻角色直至今日都沒有什麼特別可以發揮的地方 請你跳過 好啦那最後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火操 果然是如期在7月1號登場了 那我們這次的超級副本呢 就是在原本大家刷的共鬥 只有中級跟高級 然後新增了高級加跟超級兩個難度喔 那我們也不講說這個boss怎麼樣 因為前面拍過很多影片介紹了嘛 我們這邊來聊一下 對換方式跟之前的共鬥有什麼差別 最主要就是在超級副本 是主要可以來刷我們的紙幣 就是畫面左上方這邊 那在兌換這裡呢 就會新增3把我們的超5 然後同時也會多了 就是紙幣才能去換的一些素材什麼的 相信大家到時候就可以很直觀的去了解到要怎麼換 因為其實那些都還好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的3把超5 每一把都要150紙幣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的濃 基本上你要畢業阿 以現在大家用水愛麗絲的速度 我覺得一天可能還沒有辦法刷完 你爆竿刷應該也要刷個兩三天 但這也都不好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武器阿 其實在你刷超級副本的過程中 有非常低的機率會直接掉出來 但是掉哪一把也是隨機的 那因為一把要150嘛 所以如果我們總共要15把畢業的話 必須是15乘以150 也就是2250個紙幣才可以畢業 但這過程中你又會有點期待說 欸搞不好我會刷到某一把嘛 所以通常我們建議刷這種超級副本阿 都是等到欸你確定你的紙幣 譬如說到了1500顆 1500顆然後我們還差7把嘛 隨便掉了7把之後看這3把是各有幾把 然後我們再用剩下的直接用我們的紙幣去做兌換 這個是最快效率最高的兌換方式 但是呢今天如果大家水愛麗絲隊打得很不開心 你想要刷得更快一點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推薦阿 就是我們的古王拳 你是可以先考慮去做兌換的 因為這個拳是 直接可以來增加我們PF的傷害 而且加的還挺多的 你就算都是水隊 我們直接把這個古王拳掛上去 然後我們消buff有放火屋嘛 其實也是可以直接來幫助我們的隊伍 做到一個很大的提升效果 那古王拳的隊伍你就可以把一些跟PF相關的火屬性角色 也丟在sub位 因為這個都是有計算在他武器的效果裡面 所以可以提升你的這個水愛麗絲的火力 讓你刷關的速度更快一些 不過勢必 如果你一直刷到這個拳 那就會有點浪費嘛 不過看你要不要相信這個低機率會發生的事情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我這邊是提供一個兌換的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效率最好的話 我建議還是一路鐵頭刷啦 刷到你剛好可以用紙幣換好剩下的武器 然後3把都塗滿畢業 這樣就好 反正未來呢 你一定還會再回來刷這個關卡 因為我們的素材每個月都會更新嘛 那早晚你的超級武器一定也會超過 這都是小事情喔 大家都不用緊張 他只是沒有像崩壞一樣那麼誇張而已 好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我們7月1號台服更新的一個 簡單的懶人包啦 那我其實沒有講得很深 然後即便是之前拍過很多不同的火操隊伍 其實大家都還是有非常多的問題喔 那現在台服火操實際上限了 如果你們在刷關卡或是對於你們前面抄的那些作業啊 有哪一些問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看喔 然後我再看抓一些大家都有的問題 然後再整理成影片 來替大家好好的解答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